在21世纪 大家逐渐意识到 环保及二氧化碳的问题 在台湾的传统文化里 烧金只是一项很重要的环节 但它不仅破坏环境 也制造了许多碳排放 范围园拿起一捆又一捆的金纸 统统丢到金炉内 一旁还有好几大袋带烧金纸 熊熊烈火烧得旺盛 真正烧了八天八夜 因此附近居民不满 认为已经影响到空气品质 向玉林县长和环保局举发 甚至写信向总统陈情 以下针对IOT环保金炉 做个模组的介绍 ESB32是主要核心 以它却连接其他的模组 ESB32 CAM可以提供现场转播 让无法看到现场的家人们 也能方便参与 使用WS28E2B灯条 搭配红色玻璃纸 来呈现火红的火焰 让体验感更加真实 速控风扇 会吹起上方的玻璃纸 来呈现火焰的感官 超音波雾化器 会喷出水雾 来模拟焚烧时的烟雾效果 请看中间的烟雾 MP3与音模组内 录制了火焰燃烧的声音 让临场感更加的真实 接下来要是做这三张图 App里的语音系统会发出纸钱不够 WS28E2B会产生蓝色呼吸灯效果 污化器就会开始产生烟雾 污化器上的小风扇也会启动 App里的语音系统会发出努力加值 WS28E2B会产生暗红色呼吸灯效果 污化器产生烟雾大风扇会启动 以弱风把虚拟火焰吹起 喇叭会发出火焰燃烧的声音 WS28E2B会产生亮红色呼吸灯效果 污化器继续产生烟雾 大风扇会启动 以强风把虚拟火焰大大的吹起 喇叭会发出火焰燃烧的声音 我们在底下输入连结网址 并按下连线来增加ESB32Cam的直播画面 连记虚拟纸钱来增加纸钱章数 虚拟纸钱有100元和10元和1元可使用 纸钱不够 努力加值 物联网架构图 物联网架构图 使用AI2来制作的手机页面 不可不能复杂箱封ג是上温分的